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天气特别好 我们还是要去对面 前几天下过雨 这个地上还是有点泥巴的 我今天要穿这种登山鞋 我们的目的地是远处绿色的棚子 现在还看不到 我们到了一个可以生火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超多的蘑菇 这蘑菇能吃吗 看着好像是基菌菇 我不知道 我等会去查一下网上 只要雨过天晴 就会能发现很多很多的蘑菇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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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着了 着了 哈喽 大家 我们的火堆成功了 这种小柴 它披的比较细的 反而容易着一些 这个柴还我们放在车库里放了好几天 想着可能会有点潮呢 没想到这么好就点着了 挺容易的 我还蛮喜欢听这个噼里啪啦 的这种声音 你在干什么 我再给它更多空气 那就它会 那就它会 烧得更好 看看挪威人民 在野外吃烧烤 发明了什么东西 这个是个伸缩杆 前面是一个叉子 可以插住香肠 这个柴烧得挺快的嘛 香肠不知道好了没 好像还没有 要它全部都冒油在表面上 应该是 OK的 好 最后一点 烧完得了 查了一下 就是这个线 这个线叫尤里线 指甲的尤里线 这个尤里线是歪的 这个地方 湿疹这个地方 有一个伤口 所以影响到了 这个尤里线的生长 才买了这个 我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 我说这个 改善指甲形状 还有就是这个尤里线 能够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今天是我第一天擦 我就先擦这个 中指这个指甲 想看一下效果 第一次擦的话 它是要擦两层 一共要擦 这里鞋 每天都要擦 然后中间有一天 要卸掉 之后再跟大家update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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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冷了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跟羊肉相关的菜 我现在还没想好是清炖还是红烧 现在先把羊肉处理一下 这个是前不久买的羊肉 这个是羊腿肉 我们现在用水泡一下 我准备等泡完之后再给它稍微弄小一点 这样用水泡几个小时 这个重量大概是0.89千克 不到一公斤 现在要开始给它灼水了 我已经把羊肉都切成小块的了 放上水 还有姜片 还有料酒 把那个血沫都煮出来 我现在要准备一些灼料 准备花椒葱姜香叶 现在是姜还有花椒 红角 准备一些大葱 然后还有胡萝卜 这里教大家一个保存姜的好方法 可以保存很久不会坏 就是用报纸或者这种厨房纸 把它包一下 平时买菜啊买葱啊什么这种皮筋 可以留一些 然后就这样稍微包一下就好了 我一般都是放在柜子里 就是橱柜里面 没有放在冰箱里 就这样可以保存很久 之前泡过了水 泡了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水 去掉了很多血水 所以现在看那个血沫不少 我今天决定做 清汤类的肉牛羊肉 炖羊肉配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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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因为看连小朋友吃的皮肤不好 我自己的话就可以 放在家里辣椒粉 所以我现在把上面的这个沫有处的 是吧 买了一个有涂层的铸铁锅 然后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要小一大圈 灰色的 是个挪威的牌子 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汤挪到这个锅里来 然后把配料放进去 香叶 六角 姜 还有花椒 葱等下下 刚才忘记录了 我大概煮了一个小时以后 把胡萝卜放进去了 让它都浸在这个汤里 可以看到这个汤还是比较白 我就想做这种清淡味的 然后我撒了一勺的盐 等会儿再尝一下味儿 这样就是一个清淡版的炖羊肉了 再炖一会儿 然后我刚才就是趁炖的时候 我又做了一个我自己的辣椒的蘸料 就里面放的是这个 六婆的这个 就是这个六婆的辣椒面 它里面其实已经把 咸味儿什么的都已经配好了 然后又放了一些那个熟芝麻 用热油淋了一下 我等一会儿 那个羊肉拿出来 我把辣椒这个蘸料吃 辣椒 可以了 咸度可以 好鲜呐 现在可以端到桌上 今天是星期六 我能又出去采购了一下 小票这么长 去了两个超市 一共买了这些东西 总共花了有 零头都抹掉 只算前边的大头 一共花了1524块钱 我们看看买了一些什么 还没有算这瓶酒 这瓶酒是192 这个酒我是用来当那个料酒用的 我们家的那个绍兴黄酒 料酒已经用完了 两盒乐视的薯片 两袋薯片 两瓶这个cider 这个是热量比较低的 那种有味道的气泡水 我觉得挺好喝的 然后这个是三盒冰淇淋 这个冰淇淋原价70块钱 然后打折打到40 还是比较便宜的 赶紧冻起来 这还有一盒 这个是打折的 起司蛋糕 它这个包装还挺好的 底下是玻璃瓶的 吃完以后还可以用到别的地方 有点化了 小孩的牙膏 这个是抹面包的 这个起司酱 两盒 还有白醋 这个白醋是用来 主要是杀那个果蝇的 我会到时候做一个小的视频 特别有效果 能把家里的果蝇全部都杀得很干净 然后这个是羊毛 小朋友的羊毛的脸库袜 原价嘛 还是挺贵的 现在这个是99 这是黑色的 也是小葡萄的 这个是主要是万圣节的话 可以穿这个 做一个打底 巧克力奶 然后这是面包片上的肉片 这个挺好吃的 这是两瓶巧克力奶 这个是挪威特产的 用牛奶跟米煮在一起 特别好吃 西红柿 黄油 花火饼的粉 香肠 还有草莓酱 还有两个来自中国的柚子 西匙尖 它是腌好的 然后折扣也不错 我们打算买回来试一下 它的味道怎么样 特别惊喜的是 我竟然买到了 皮用来炼猪油 猪油它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这个以前在超市里 没有见过这种已经切好的猪皮 切得比干净 一点肉都没有 只有猪皮 还有一个是 质量非常一般的 这个扫帚和脱脚 就买了这些东西花了1500多 好了 今天的购物分享就到这儿了 彩虹 好完整的彩虹啊 南瓜 雪 南瓜 西区 南瓜 南瓜 南瓜